台湾扩大接种AZ疫苗 陆续传出了高龄长者猝死的意外 有网友在脸书分享 自己的外公打完疫苗当天猝死 家属不愿意解剖通报 但怀疑猝死的案例数 应该比新闻报道的人数还要更多 而台大IE中心的副院长王明鞠更发现 疾管署公布的疫苗统计竟然消失不见 没有公布的资料 可能包含了不良反应的见数和死亡人数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官网虽然没有公布不良事件统计 但有发新闻稿说明 偷出外公的疫苗接种卡 上头写着8月26号可以施打第二剂 但是外公却再也没有机会达到了 因为他在接种AZ疫苗当天 就因为血栓和心肌梗塞猝死 这名网友表示 外公听从家人建议 原本不打算接种AZ 但是拿到通知书后还是乖乖报道 事后还开心报平安 说自己是当天最准时报道的 没想到三四个小时之后 外公突然倒下锤打心脏 紧急送医之后 护理师劈头就问 是不是打过AZ 让他们心揪了一下 经过一个晚上的抢救 外公用上强心针和呼吸器维持生命 但想到万一使用电击 可能造成骨头断裂 家人忍痛前下放弃急救同意书 他也表示 外公虽然有慢性病 但生活都还能自理 但是疫苗就像催命符 打完不到24小时 外公就走了 接种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 会让你身体更加不舒服 如果有到胸痛会喘 胸闷 其实也是建议大家赶快就医 家属后来接到疾管局电话 表示如果要通报 死者遗体必须解剖 更让家人无法接受 只说打疫苗后猝死的人 应该比新闻上的还要多 因为有像他们一样 不愿家人被解剖的家属 台大IE中心副院长王明鞠 20号一早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全台正式展开AZ疫苗接种 已经有超过60件不良反应事件 但查询疾管署网站 6月15号到19号的疫苗统计资料 从三页变成只剩一页 质疑这些不良反应件数和死亡人数 难道人民都不必知道吗 指挥中心回应 网站一直以来都只会公布最新数据 也有发新闻稿说明 只是如果统计数据不够清楚明了 恐怕只会让民众持续有未知的恐惧 解了听林昭贤台北报道